国际民航大爆发 延误和取消航班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航空公司补偿乘客三费 或者是帮乘客补偿住饭店的住宿费 其实都是自愿性质 在美国是完全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 但是在欧盟跟加拿大都有立法的基础 因此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要开始研议强制航空公司补偿法案 获得民众大力支持 最新的民调显示 拜登的施政满意度其实跌到36% 他的不满意度破五成 连他的支持度现在是落后创六个百分点 所以拜登选择强打民生经济政策 他打出了强制航空补偿 就是希望选民有感再度争取连任 美国西南航空去年耶诞假期 发生电脑大档机事件 上百万乘客的行程被打乱 大批游客被迫在机场过耶诞节 夏天旅游旺季即将到来 美国运输部官员坦言 航空交通的噩梦恐怕还会重演 乘客行程被延误衍生出来的费用 得要看航空公司愿不愿意买单 目前美国有十家航空公司提供餐费的补偿 其中九家还包括了饭店住宿 只是这些补偿没有法律强制力 航空公司可以随时取消 针对近期的航空乱象 拜登政府计划推出强制航空公司弥补法案 拜登表示强制航空公司补偿的政策 是参考欧盟和加拿大的做法 实施后的研究结果显示 航空公司为了避免赔偿 大幅改善了搬机延迟和取消的状况 只不过制定联邦法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此航空补偿政策不可能很快上路 拜登选在此时力推非急迫性的民生政策 恐怕还是有选举考量 美国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的施政满意度跌到36% 不满意度超过五成 他的支持度目前也落后前总统川普6% 不过他的航空补偿法案 看来是打中了目标 民众果然很有感 大多表达支持 拜登目前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 美国政府的资金将在6月1号见底 要是国会不能赶在这之前提高举债上限 美国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债务违约 财政部长叶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再次呼吁府院尽快达成协议 由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 上周已经通过提高31.4兆美元的举债上限法案 不过其中假带了大幅削减预算的内容 拜登拒绝接受这项法案 批评共和党不该将两项议题混为一谈 拜登周二邀请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输末到白宫协调希望能将举债上限和预算案分开表决 共和党会前表示不愿意妥协 拜登立场也很坚定 一些参与谈判的人士就建议 先把举债上限的期限延长到明年11月总统大选之后 同时冻结支出 先解除违约风险 其他的再慢慢上议 TVBS新闻综合报道